南橫公路台20線 因連日大雨導致有很多路段出現受審 5號下午經傳有工人發生意外事件 根據瞭解在台20線198.2公里處 一名43歲陳姓工人不明原因從後車斗墜落 頭部受到撞擊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同事見狀趕快把人送醫急救 不過還是宣告送醫不知 從畫面上可以看見 警方正在發生事故的現場進行產證調查 要釐清事故發生時的真正原因 由於受到先前台風的影響 目前台20線的南橫公路 有多處道路受損並在進行修復的工程 昨日5號就傳出有一名工人在198.2公里處 因為不明原因從貨車的後車斗墜落 頭部受到撞擊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而同行的同事見狀後立即將人送醫急救 但經過醫院搶救後仍是宣告不治 他這個工人先前就在我們那個172K加200 是做那個護欄機做那個模板工人 那他在中午大概12點半左右結束之後 那他在鐵桶半天那邊簡單用個餐之後 然後就要板回下山 那回這個看這海關還是關山 那他在快到那個出來檢查上的那個 快到他的路口大概198K再加200的部分 他坐在後車斗 那因為他可能就是其實說他墜落到地板 而這幾日天氣狀況不穩定 如玉前往山區的民眾 在行車時務必減速慢行 並遵守相關的規定 以免發生意外 記者陳吉林海端相報導 有問題 當的 實情地方